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231节 走 走了 远处 各大势力的诸多天尊看到秦城和神功至尊直接离去 一个个都惊恶万分 这天界的事还没搞定呢 神功至尊就走了吗 不怕天界被他们进入啊 难道之前神功至尊真的只是在阻止他们进入天界 导致天界被破坏 而诸多势力的天尊强者对视一眼 眼神之中都流露出来了狂人 哈哈 既然神功至尊离开了 走 不如我等进入天界之中一滚 多少年了 天界无法进入 想不到本座今日成了最先进入天界的天尊之一啊 哈哈 走 嗖嗖嗖嗖 一鸣鸣人族顶级势力的强者带着诸多强者纷纷略向天界 但是他们还没彻底进入呢 轰隆的一声 急到身影出现 瞬间拦住了他 在场诸多天尊强者脸色一遍 嗯 你们做什么 几位 如今天气修复 各大势力都可进入天界 但是进入归进入 必须约法三章 鸡无学走上前来 冷冷说道 约法三章 哈哈哈哈 凭什么 谁来和我们约法三章 你们吗 在场一群强者纷纷大笑起来 这群天界中的家伙白痴嘛 神功至尊都草了 他们不乖乖听话或者躲起来那也就罢了 居然还敢拦住他们大言不惭的约法三章 可笑 简直是让人笑掉大牙呀 这几个家伙凭什么呀 有什么资格和他们约法三章 滚开 由天尊冷喝道 看在你们是天工作之人 听说为了修复天界 也贡献了一些的分杀 速速让开 我等可以不追究 否则就休怪我等不客气了 这一名天尊身上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轰隆一声 顿时可怕的天尊之力 如同汪洋一般的弥漫出去 若是神功至尊在 他们自然是不敢嚣张 可神功至尊不在这里 这些家伙也想阻拦他们 这不是自找死路吗 苏的一声 一边说着 这一名天尊携带着麾下之人 静止朝着天界飞略而去 但是姬无血拦住了他愣愣道 我约法三章天界不可输 找死 这天尊怒了 也不知道哪跑出来的家伙 竟然敢这么拦他 嗡了一下 他手中顿时出现了一柄战斧 轰的一声 战斧挥动 直接爆发出了通天杀戏 浩瀚的战斧 化作万丈大小的天柱一般 顷刻间爆发出了逆天气息 对着姬无血 悍然地披露了下来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找死 只是 不等那战斧披下 姬无血也动 嗡的一下 他手中那黑色战边出现 死气弥漫 化作死亡领域 对着那天尊直接一鞭子劈了过去 扑的一声 漫天浮营被瞬间劈得粉碎 紧接着 那黑色死亡长鳖狠狠地抽在了天尊的身上 将那天尊直接抽得身形倒退 身上一甲 瞬间粉碎 一击 描杀 那天尊倒飞出去 口中狂吐鲜血 身上的气息不断地跌落 眼神精巨 露出了无尽的恐惧 太强 仅仅一击就把他给击败了 远处其他天尊也都变色 凝视着姬无血手中的黑色长边 巅峰天尊宝器 在姬无血出手的一瞬间 他们就感受到了一股可怕的天尊宝器气息弥漫出来 瞬间 让所有人都是心中狂解 巅峰天尊宝器 这可是人族顶级天尊势力的老祖都在觊觎的宝物 狂妄 拿下他 那受伤的天尊高手眼神惊怒 一声咆哮怒吼后说道 年轻人 你太狂了 可能天界的修复与你们有关 但是天界是属于全人族的 可不只是属于你们的 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人群之中一名老者走了出来 身上涌动着可怕的神圣气息 圣庙圣言副教主 有强者道谢了一口凉气 圣庙 人族顶级天尊势力 不弱于星神功腾势力的存在 其长老一般都是天尊强者 而副教主级别更是天尊后期强者 实力强到可怕 死人已出来 场上顿时变得寂静起来 圣言副教主 那绝对是在场诸多天尊们顶级的那几个 天界的确不属于我们 但是也不是你们的 还是那句话 想要进入天界 就得约伐三章 姬武雪 淡淡的 并不因为对方是后期天尊而有丝毫的退送 圣言副教主怒及反向 年轻人 那你说说如何约法三章啊 很简单 姬武雪 第一 进入天界后 尽量保持和平 最初几的要求 天尊级强者不得动手 哈哈哈哈 众人大笑 天尊强者不得动手 他以为他是谁啊 管得了所有天尊吗 就算是一般的天尊 他管得了顶级天尊势力的天尊呢 至尊势力的天尊呢 他也能管得着吗 姬武雪 不理会众人大笑 继续道 第二 不得肆意对天界之人动手 除非对方主动招惹 否则 不可随意屠露天界之人 哈哈哈哈 众人继续大笑 天界不过是人族的后花园而已 他们也不是杀人狂魔 自然不会轻易杀人 但是为了争夺一些资源 得到一些宝物 或者说为了让念头通达一点 随便杀点人又能怎么样呢 可笑 第三 不得肆意破坏天界原生态环境 可探索遗迹 但是不得闯入通天剑阁禁地等归属地 哈哈哈哈 众人继续大笑 不得闯入通天剑阁禁地 他们要是进入的 无非是一些顶级的遗迹 而像通天剑阁禁地这样的遗迹 自然是他们最为期待的 必须进入其中 岂能答应 圣言副教主冷笑 轰的一声 他走了出来 身上绽放出了可怕的气息 哈哈哈哈 可笑 天界是人族天界 而非你们一家 你能代表谁 我代表陈帝阁 姬无学冷声道 陈帝阁 没听说过 圣言副教主冷喝 滚开 他身上绽放神圣光芒之力 一道可怕的神圣之力涌动而出 顿时 可怕的气息冲天 瞬间包裹住了姬无学 天尊之力 而且还是后期天尊之力 强到可怕 这圣妙圣言副教主之前询问 也只是想听姬无学会怎么回答 且料 对方竟然是如此狂妄 竟然真的定下了三条约定 可笑 他以为自己是谁呀 一道道圣言之力萦绕 瞬间席卷向了姬无学 带着可怕的后期天尊之威 足以镇压一切 哼 不听约定 便不得进入天界 姬无学目光冰冷 丝毫不退 手中长篇猛然席卷开了 轰隆一声 可怕的力量顿时 抱卷向了圣言副教主 死亡之气弥漫 我长死亡 姬无学冷喝 那死亡之气将圣言副教主身上释放出来的神圣光芒之力 进阶抽散开来 圣言副教主见状 面色微变 却是不动声色 继续地向前 冷冷道 你以为只有你才有天尊宝器吗 圣言之书 一本散发着神圣光芒的书籍 在圣言副教主的手中出现 这圣言之书上 散发出来可怕的身上气息 将一道道死亡之气逼退开来 是后期天尊宝器圣言之书 很多人都记得 圣言之书 圣庙的顶级天尊宝器 威力无穷 也是圣言副教主的成名宝器 传闻 当年圣言副教主 便是领悟了这圣言之书中的好意 才得以突破后期天尊境境 如今施展出来 顿时威势惊人 年轻人还是太嫩了 让这神兵力气以为无所不能 今日 本座边教教你该怎么做人 圣言之书 教化蛮荒 如毛银血 归我圣教 给我拿来 轰的一声 圣言之书 绽放出了神圣气息 化作了一道道的符文天将 笼罩住了一方天地 包裹住了姬无学手中的死亡场面 竟然是要将这死亡场边给射拿过来 夺到自己手中 这场边虽然蕴含死亡之间 和他们圣庙的气息截然不同 但是 宝物没人会嫌少 只要是能得到 人族中自然有无数势力都对其有所给予 可以轻易地兑换其他的顶级宝物 姬无学 永恒建筑和姬无学身后的黑奴等人见状 面死一变 刚准备上前动手协助 突然 永恒建筑拦住了众人 你们退回天界 起个跳梁小丑而已 吴雪兄自己能解决 正说着 就看到姬无学的身上 一股可怕的气息生腾了起来 哈哈哈哈 教化蛮皇 就凭你 也配教化他人 我为鼓足 混沌为我 轰的一声 姬无学突然怒喝 身体之中滚滚的死亡气息弥漫了出来 伴随着死亡气息一同出来的 还有一股可怕的混沌气息 轰的一声 隐约间 众人仿佛听到了一头龙银之声 姬无学的头顶 一道散发着阴冷气息的龙银浮现了出来 正是阴烛龙兽 这阴烛龙兽的虚影一出现 顿时天地气息大变 虚空之中 那龙银张开巨口 猛然的一息 顿时滚滚的神圣之力 被那龙银吸收入体内 顷刻间消失得一干二净 阴烛龙兽 是宇宙开辟的时候 混沌中走出来的圣灵 是远古混沌神魔之一 除非超脱 谁又有资格来教化这等远古混沌神魔啊 什么 圣炎副教主 登登登登连连后退 他那圣炎之书的神圣之力 竟然是被攻破了 怎么可能啊 什么圣炎之书 滚过来 一朝清空所有神圣之光 鸡屋雪跨起了一步 冷喝出声 黑色长边猛然一卷 轰的一声 直接将那圣炎之书给卷中 嗖的一下 就将那圣炎之书从圣炎副教主的手中夺走了 混沌宝气 圣炎副教主疯了一般的虫楼 这可是他的成名宝气 失去了圣炎之书 他一身战力 起码下跌五成 但是阴烛龙手虚影轻轻一震动 就将他给震飞出去 轰的一声 圣炎副教主被轰飞出去 嘴角溢出了鲜血 那阴烛龙手之力 可是让积天光等枪者 突破至尊境界的顶级本源之力 圣炎副教主 有圣炎之书的全胜时期都不是对手 现在失去了圣炎之书 自然轻易的就被震飞了 根本就不是对手 副教主 圣炎副教主身后一群人急忙冲了过来 扶住了他 是圣炎中的其他强者 但是圣炎副教主都败了 他们岂敢动手 圣炎无逆陈帝阁规矩 剥夺进入天界资格 鸡无血 收起了圣炎之书 冷冷说道 你 圣炎副教主惊怒完分 主位 还等什么 这天界不是他陈帝阁的天界 而是我们人族所有人的 他们几个有什么资格霸占天界 让我等听从规矩 圣炎副教主突然离合道 对着在场陆陆续续到场的人族天界强者高和说道 没错 干点他们 进入天界 天界之中宝物众多 这些家伙霸占天界这么多年 身上定然有诸多宝物 只要是杀掉他们 我等便可以到天界诸多宝物 壮大自身 一名名高手 纷纷利和起来 这是在鼓舞人心 尽管很多人都知道圣炎副教主的命令 但是还是有一些势力的人暗中出声 立和高喊 因为连圣炎副教主也不是对手 很显然他们也不可能是对手 但是他们偏偏没有人想遵守规矩 因此只要是混乱起来 他们不相信陈帝阁能挡住他们这么多人 到时候一窝蜂地进去 自己自然就能浑水摸鱼了 甚至圣炎副教主第一个冲上去 起到带头作用 因为他深知如果自己不动手 其他人也未必会被鼓动率先动手 果然 圣炎副教主带着圣庙的人一出动 在场的其他强者也都纷纷动了 轰隆的一手迅速杀来 趁乱下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一瞬间便有数十名强者杀来 这些强者中 有天尊有地尊有人尊 不过人尊寥寥寥无几 地尊占绝大多数 天尊呢则是领头的一批 也有七八位 这一批人齐齐出手 造成的威势简直是骇然 在这些人之中 一道灵魂之力闪烁 突然悄然地蔓延开来 带着血气 迅息席卷向了激乌血 是那天原教的血战天罪 先前被轰杀的只剩一道灵魂 一直暗中潜伏在附近 他本想重新凝聚一具肉身 先前看到激乌血的可怕力量 顿时心中移动 只等抓住机会 就夺舍激乌血 不好 远处黑奴等人心中 顿时流露出了担忧 一个个纷纷要杀主 别动 交给我便是 突然间 永恒剑主 冷哼一声 跨步向前 话音落下 他突然拔剑而起 嗡的一声 一道剑鸣声冲天而起 如同是一道剑光 直入人群